歡迎再度回到現場 今天我們再度把房地產 來添望顏秉麗請到我們的攝影棚 我想在最近的他的一席話 房地產春暖花開 那麼給市場帶來非常大的 震撼的效果 因為顏秉麗在市場上 已經看空多年 所以他突然之間 我稱他叫做華麗的轉生 就等於第四季 他的市場分析當中 特別提到土地的交易量 我們看到第三季的土地交易 是881億 那麼前三季土地交易 大概達到2314 換句話說今年是有史以來 土地交易最活樂的一季 一年 這當中其實大家要非常高度的注意 台商回流 除了對股票市場帶來很大影響 那麼在房地產 尤其在商用不動產 那麼現在看起來帶來一個非常大的力道 這麼多年當中 我們有非常多的這種辦公大樓 慢慢因為大家蓋豪宅 所以豪宅占據了原來的商辦的空間 那麼現在在台商回流之後 我們看到很多的地方現在重新在商用不動產開始啟動了 從工業區的土地的交易的活絡一直到商用不動產的交易 現在看起來都到達一個新的扭轉點 所以在關鍵時刻 我想再把炎秉立請來告訴大家他前陣子滑收會當中第四季的市場意測 那他提到很多觀點包括麵粉麵包的觀念 包括土地交易的熱絡 那團地產在這個地方如何從谷底翻身走向新的兜頭的發展的方向 我想今天是一個讓大家很值得關注的這個炎總的滑收會 炎總好 喬丁你好 大家好 大家好 這個我們炎秉立是汗水會結凍了 你先把你這次第四季的這個市場分析啊 跟觀眾朋友來重新說明一下 我想現場聽你講大家可能比較有感覺 先講一下那個我對市場的看法 就是會從價量跟買氣這個來做觀察指標 那今年我們看一下到2016年到2019年 2016年我最先看快這個市場就是要下來四年盤整四年 那2016 2017 2018 2019 其實到今年應該是要落底 那落底不代表說這個市場就要馬上又翻上來 因為房地產是緩慢下來這個方向是對的 就過去四年 那也就是我們憋了四年 人了四年 這個市場的交易是很冷清的 那今年突然發現到說這個土地有爆量 那我們過去看這個2016年我們幾個重要指標 一個是土地市場 一個三萬不同市場 一個是移轉動數 這三個量的指標來看 今年移轉動數會超過30萬 我的預計是希望貼近30 就是算是落底完成了 但現在目前統計下來應該是已經到達 28萬棟 但還有三個月 看樣子是有可能 有可能會到貼近就是2934間 那降化這個是一個好現象 因為我們看到他逐年從2016年看是24.5萬棟 那是最低的量 然後2017 26.6 然後2018 27.7 然後到今年我們就第四年這個量 你會看到量是溫和在放大 這是一個好事情好消息 但他不是他放大大概說頂都是一年 在不到什麼八千一萬量的放大 是很溫和的放量 也代表說這個信心是慢慢回來了 那第二個是我們看到三萬不斷市場 三萬不斷市場是今年大放一彩 去年我講說三萬不斷市場 這是市場唯一留下的火種 那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看到租金盤整了四年 十年應該說十年長底的租金 在grade A的時候 它是兩千塊 那麼它是從新計畫區開始跳脫了 兩千塊到四千塊 所以當這個所謂的這個值 這個價的值 值已經在變的時候價就要上了 所以我們看到的南港輪胎 我們賣了這個一平一百萬 它是一個預售的東西 但是這個東西不能跟附近的五六十萬 或者七八十萬的東西相比 因為它是幾乎是一個量身訂做 而且是接近四鐵共構 這跟其他完全不太一樣 所以這個是好東西 我們說南港輪胎 它改變了整個東區門戶也整個 所以你看到這個 我先把南港稍微補充一下 你看到南港這塊地 這是林水埔大概一輩子 用一聲的力量去打造的 是的 它捏了25年 所以你看到它股價 最近跟南港有關 南港輪胎 國產 股價都大漲 你剛剛講到商辦裡面 我前一陣子去看那個 連鋸的中庸 它還沒蓋好 但是已經賣七成了 我看頂樓比較高樓層 它一坪賣六十九萬八 這個看起來價格是比 這個連鋸過去都推豪宅 那今年第一棟大概出來就是商辦 所以這個就是 看起來這個變化是非常大的 請繼續 OK 所以商用市場裡面 我們還是陸續看 因為他在寫新高 所以南港我們寫了一百萬的新高 那很多人是 他不是在不是參與的人 也不是在主導這個事情的人 然後再講一些臉小威 我覺得就是他是只是懂到皮馬而已 他不是深入 所以我們看到了一些名嘴 或者是看到一些是認為是專家東西 他不懂市場 所以當這市場改變的時候 我們應該要去秀起到這個市場 然後很多產品做調整 南港是未來是一個非常改變的地方 所以我認為說 尤其是南港這個地開始 他是一個很大九千多坪的地 所以說他那是松阪豬 他不是脆弱 他是荊棘 他不是最大的 所以他是他可以行出一個 南港最重要一個重要指標 這是可以有目共用睹的 包括的住家市場 他也可能會改寫 過去來講 我們說新計畫區的蛋黃區的價錢 那蛋白區大概是蛋黃區的一半 照理講是假設今天蛋黃區 我們曾經高到兩三百萬 比如說三百萬的豪宅 那現在他已經回檔照下來 現在大概兩百二兩百三 那你把他除一半的話 是應該是一百一百二 是住宅市場 但是因為他的條件特殊 這為什麼人家會去買那個 一坪一百萬 因為我如果在新竹 公司在那裡 我搭了高鐵到南港 直接下來就開會了 很方便 是比那個藍軟還方便 所以他能夠存在這個價錢是 那個是人家算過 他就在高鐵旁邊 是的 所以我是覺得說 你從那個股價看的話 他的反應是將來性 因為他那個地方 有大概有七萬多坪的地 所以七萬 有樓利板應該七萬多坪 所以這個案子看起來是 我們看起來是 是不得了 將來是可以看出他開發結果 第二個我們看到那個土地市場 這是特別要強調的 土地市場我們 我們報這個量是 今天到現在來講 上節目來講是兩千四百億 那這是過去歷史的天量 那這個量為什麼會出來 誰在供應這個籌碼 土地丹下來 你看過去什麼 北中人大家都有重劃區的地 重劃區的地 從開始飆的時候都被拿走 但是價格都也沒有什麼 沒有說很飆漲很厲害 然後我們看到高鐵站的地 也都擺了一二十年二十年 開始有人下去買地了 這個地價我們發現一個情況 非常好玩就是說 它的地價的漲幅 它不是很大一千多 一飆都是漲了四成五成一倍 它現在沒有 它大概是只有10%以內 換句話講說 這麼多人喜歡土地 而且大部分是建商 大部分是建商 那誰在供應這個子彈 就是金元 有錢有大嘛 那大部分的建商在買 建商的錢是從哪邊來 它完全不是現金交易 當然是有融資 只要你是屬於公家辦的話 重劃去土地 你一飆到的話 那銀行幾乎是八成貸款給你 那各位知道你說 那個他們為什麼要去買 因為我說過這個市場 它暴露土地暴露量 是它有原因的 因為過去四年 統賣就是這樣而已 所以你買兩個四年 不管是誰當選 四年 那這個未來的四年 是一個很期待的四年 也就是說講為什麼叫春暖花開 因為它暴露量 那為什麼大家會對這個土地 充滿了信心 因為你注意看一下 假設今天我要八成借款 然後我的利息是1.8 因為我們的爛頭寸多 所以假設1.8%的利息 我持有四年 我持有四年或五年 我都不到10% 可是我過去的 整個的統計調查發現說 土地你只要買五年 自己你貼錢好的 不是說你沒什麼錢 去做錢什麼 可能就吃到倒了 但是你做錢 如果五檔持有五年 依照現在的地利率 你知道土地的自然成長 大概有三成 像保守三成 統合三成可以漲到五成 你今天說你買100萬 你再持有五年後 你可能是到賣150萬 你最差都可以賣130 所以這個過去的數據 告訴我們說 讓建商大量的去 去搶入土地 在享受這個地利的情況下 所以它土地爆量 原來是銀行在供應這個金源 那他們會持有 所以在等待未來的四年 所以未來四年裡面 最不要就是這樣 那假設我持有四年五年的話 所以你貼好麵粉 準備要點火燃燒 對我2016講說 應該貼糧等風嘛 對對不對 不然一般消費者 煉身等風 身體連得好嘛 那貼糧等風是以前貼糧的時候 我並沒有講出是要貼什麼 其實到今天講出的時候 應該是貼麵粉 因為你要是貼麵包等風的話 你就不用等 因為麵包市場 貼糧市場不好嘛 所以變麵粉是要去加工嘛 所以我們發現說土地 它並沒有大幅的飆漲 所以肩商去買這個地 所以你現在被麵粉等風 大家都對了 所以也看到今年爆量 那這個爆量 我們再看到搭配移轉動數 它是在溫和上漲 所以代表那個市場的信心回溫了 那麼未來的一年的市場 我們可以看得到 還是剛性的為主 但是對於台商回來 很多人講說 暴漲這個台商回來 所以我那個土地市場裡面 其實我們從國際統計裡面 台商回來的時候 應該更早之前的話 那工業土地的爆量 就在2016、2017、2018已經收斂 對 到今年2300多億的土地較量 有的人會講說 那差不多好 大家都回來買土地 買工的土地 那些都是外行的對不對 因為我們在操盤的人最清楚 魚裡面多少魚 我們很清楚 假設今天台商真的回來 那應該是很飢渴 我們今天賣一個土地 你說賣林口秋雨的土地 那個是估價公司估的 估了價格下去定 公開標售 有來看 流標 流標 那麼便宜的土地 估價可能估的價格 都還不見得賣得掉 好 那假設今天台商回來的話 以照那個地點那麼好 三千幾坪的東西 就像那個魚有丟進去 應該會造成牆嘛 魚會吃魚嘛 所以我說 有一個老母說 我們家是神童 怎麼神童 我們家三歲 可以去丟魚丟很大碗 姐姐 你照問是怎麼丟的 他用鞍鞍 還用飯粒肉 還用鐵三口的鞍 他能丟很大碗魚 你對丟的 魚在裡面 因為魚拐三天 還隔三天 小孩兩歲去丟也對 那個不叫神童 那叫說 他有飢渴 但是台商回來 我們並沒有發現到有飢渴到 耳丟下去就會搶 這個情況 所以很... 大家很理性 很多的媒體分析 有啦 成交量有放大 價格有漲 都在漲那個低基期的 那請問一下是誰 誰在買 依照我們統計師 都是在地的 有炭的錢的 傳產 他回來扣產 或者是說 台商過去造出的 鋼丁又荒廢了 他回來再把它再經營 因為地價已經改變了 漲了 所以他的量是在過去兩三年就放大 但今年已經收斂了 今年很簡單 政府說回來都好幾千億 六七千億的錢嘛 那這些錢回來 台商回來也不是笨蛋嘛 你看你有錢比較少的土地有沒有 你土地比較少給我 你資金提供給我 你還算比較少的 這個有來蓋 它趁著死回來 所以我們覺得說 很多東西的量爆 我剛剛講過了 這個兩千三百億是建商發展商開發的量 它並不是說... 卡位的啦 對 就大部分是這樣 所以這個土量一放量 我們代表未來的市場 那未來市場我有講過說... 但是你現在第四季到明年整個展望 我想大家非常關注的 你這張表其實報紙全部都把它登出來了 那在這個每一條都可以仔細看 2019年Q4 我說冷的市場裡面 創高價的新火無法燎原 也就是說 我想說明年會春暖花開 那不代表會入放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看到 已經開始有一些 有一些的成交的案子是 又回到四年前 或是創新高的 有啦 但是沒有辦法用這個帶動 所以你剛剛提到說 台北市假如是賣一百萬的辦公室在欄港 你像大指一鐵共購 你知道有一家金控的總部去買八十九萬 也不是買整棟的 他都有命名權 大指只有靠鞋印站賣八十九萬 請問一下 我這個三鐵共購的 對 而且量身訂做全面沒有被擋到 請問你 科技業買的話 他算過 他只要是拿錢去拿一塊地 蓋這個總部蓋不起來的 對 而且那個質感不太好 是台灣首次用了兩家日本營造 中路跟華雄營造去蓋這個樓 對 而且那個老闆是完全要求那個樓是 近乎苛求 近乎苛求 為了追求完美 所以我就覺得說未來是一個新的指標 所以辦公室我們是期待看到 但是住家的市場裡面其實還不好 對 但是因為是這樣會不會造成 我們看到中南部 上次也有一下建商社的南部 南部他在推一個房地產 他說找人家廣告說要包出什麼 三年還五年 然後什麼5%給你 市場那麼好為什麼還要這樣搭配 對 所以代表說 南部到底能不能辦公室可以遼遠 沒有 沒有 辦公室就是台北市 為什麼呢 我講出來說台中也好 台中你蓋得最頂級的 你賣得最高賣到七十幾萬 他蓋得最好 因為連續江董他蓋的東西是 是第一名 沒話講 對 他的東西好宅好 好宅 辦公室做什麼像什麼 但是我們看談不論談 談價值 假設這個價是七八十萬 台中 那麼請問一下他的值 值是租金嘛 租金應該多少 價值應該有一個對比 租金假是一千塊 現在台中要做錢 賺到更加強了 所以你看到七十萬 去兌那個一千塊 其實他的投暴率是不高的 那台北市的投暴率很簡單 你新西瓜區裡面 再更加老的 更加中國的 他一租都租到三千多塊 對 所以他的房價可以支撐到一百多萬 這是有依據的 所以我說 這是沒辦法瞭遠的 那麼 再講到說土地市場爆量 最主要爆量是我們賣的精華城 對 一賣完的時候很多人沒理想說 哎呀那個是左手右手 我剛才說的 我剛才說你 我們在家裡在抓牠的 對 魚大多 魚大要小的 我不知道 三百七十幾億 其實這些都大要小的 對 你都不是在做這個人嘛 你在說 一個大飯店說 要叫人家去管理 管理飯店餐廳 你去問路邊的阿桑 阿桑你看飯店餐廳好嗎 他怎麼知道 不知道嘛 所以現在你 你叫一個大飯店去管大飯店不對 不是賣的人嘛 所以你在說這個三十年不了解 當然看到有人說那個都是玩假的 你看到誰會拿三百億跟你那個業主玩假的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大家在看那個市場裡面 不要去否定了這整個市場 這個商場面只有 只有商場的品實力 品爭奪而已 並不是說今天誰喊了誰能夠買得到 所以沒有左右手問題 只有用自己的角度去衡量它都不對了 所以我們到以第四季裡面 我們看到是已經有發現很多的爆量了 不管是商務不動產爆量 不管是土地爆量 不管是移轉動數的增加 其實都對於這個事來講 已經冰冷了四年 這是一個好事情 所以我們對於未來一年 我都會講到說它會春朗花開 就代表說未來壞也不會壞在哪裡去的 所以假設是屬於年輕朋友 你想要買環利產的人 其實應該是可以進去買的 但是你說那你可不可以想要買台北市 我上次有講過台北不是你的家 你現在可以到那個 林青霞加新五旦那個地方去找房子 因為假設今天有政府的交通 可以建設到的話 其實都應該可以被考慮 但是我覺得應該是應該要可以開始去看房子 你最後一條提到 就是這個依然這個纏鬥 那義壽屋 新城屋 中古屋 拼價廝殺的市場 量價買器是觀察指標 這條你有什麼提醒 我想這個一般的小額頭之人 大概比較注意 過去十幾年來預測這個市場 感謝 感謝老天幫忙 我認為說我在身高大夥子 都是 第一句話都是天意 土地 大的行業 土地要給什麼人管理 那是有興奮的 土地找人嘛 你沒有人的餐 你搶賭都沒有用的 所以我是覺得說 對於2020年的預測的時候要纏鬥 我講到預售屋 新城屋跟中古屋 它是一個未來是一個拼價的市場 為什麼呢 過去我曾經講過說 2016年 2017年的時候 我說價格破壞 為什麼價格破壞 因為預售屋 它在賣新城屋的價格 預售屋就掛掉了 比如說 東阿南路有一個豪宅案子 它是賣210220預售的 所以整個東阿南路裡面 你的現貨要去賣超過這個價錢 已經不可能了 那這個也是已經事實上是證明 這觀點是對的 你不可能說預售屋我賣220 然後你的現貨 而且是城屋是賣5年的10年的話 你要賣250 所以那時候地保在拍的時候 地保就過不了200 對 然後我們再看一下 假設我的預售屋是賣200萬 我的新城屋應該是落在160、170 這有剩下的 那假設新城屋賣160、170的話 你假設新城屋你要賣到200 你就很難了 你就會被預售屋替代掉 好 那假設你是新城屋 那有5年也在賣160、170 5年就輸掉了 所以我說預售屋 都會直接殺到新城屋 新城屋價格會直接達到中古屋 所以有人講說中古屋放量 在2、3年後說不以為難 因為大部分是在預售跟新城屋 在成交 因為那個是價格的問題 因為中古屋 他不然輸不然 他還在掛在高的價錢 所以這個市場裡面 經過4年下來的時候 發現到在等的人 已經沒有機會了 我說過就是傷在期待死在無量 你為什麼會有期待明天會更好 因為你想說明天就會價格上去的 可是你會死 為什麼會死 因為他沒有上來 他為什麼沒有上來 就是一個價格破壞 好 我們看到這些量 預售的量 我們知道現在區化 本來是3個月 就可以區化7、8成 現在不是 現在可能是3個月 可能區化個2、3成 就不錯了 可能一個案子 要晚2年到3年 好 預售再怎麼好 它的區化不會clean 機會不大 有 好 那些沒有賣掉的 是不是又變成了新城屋 那原來的新城屋 沒有區化掉了 變中古屋 那中古屋沒有賣掉了 中中古屋 所以這些量加起來 我們才會說市場上面的量 大概有十幾萬戶 這是漁屋 那這漁屋裡面 也會丟到市場這樣來 所以當你發現到說 大家村老花開的時候 這個買起來的時候 就像魚群來說 大家去捕魚 很多鵝就下去了 那也要人家吃鵝 那這個市場裡面吃什麼 價格合理 所以你講那個飢餓 我們現在回來看 就是說台灣房屋住宅 自助力大概86% 那個非常高 該有的大概都有了 但另外一種就是說 像這個報紙在講 那個中部的隱形冠軍 那天我去看中庸的時候 大概逸風窗年 九星 百合 河大 他牌子都掛上去了 這個就是說 你蓋出來的時候 像那這一棟蓋得很漂亮 我給你看一下 這個是一個 他叫中庸 那這個是在星光百貨的旁邊 那這個大陸看起來 是非常有氣派 蓮強這一次 其實他也是做企業總部 那這個時候 台灣台商外流 十幾二十三十年 這個時候他在大陸賺很多錢 回來台灣的時候 我總要光中要組一下 我蓋一個很體面的 這個企業總部 這樣的需求在未來 會不會變成一個 帶動台灣的商辦的 主要的方向 我們抓魚的人 實際上我自己在抓魚 我們是在西裡面 K裡面抓魚的人 我知道魚多少 魚把我弄不 對 所以講出來的話 是比較真實的 也不會因為 你是在這個商場上 你講話就是屬於 利多或利空 不是 陳述事實無論多空 所以當精華廠賣掉的時候 我就跟那個老闆講說 誰買到 我都會送大禮 送什麼大禮 因為我手邊已經有客戶了 就是說假設 假設這個客戶 對這個地點認同 對於房價 你不要要求太高可以認同 他一買就是什麼 就是半棟 就是六七千匹 一萬匹再買 為什麼他要自己總部大樓 因為過去這總部是沒有的 對 你想現在這精華已經拆掉重蓋以後 將來就是這次三百七十億嘛 對不對 他流標三次 最後是 有人講說 這個左手換右手 當然用小省用中熟化的頂月 來買 那大家比較關注就是 這一塊地 將來以你的看法 就是說 他如何創造更大的價值 就你三百七十億了 那我原來就一個球 那我拆掉以後 我怎麼樣讓這個創造更大的價值 那個 我常常講說專業縮短思考時間 我們不要去聽一些董皮毛人 在那邊講一些 哇 是買貴了 對 投資東西沒有一個是笨蛋 對 你知道說 我算給各位看 三百七十二億是他買到成本 三百七十二億的話 你知道他的土地 五千坪 五千坪 所以他的每一餅土地的成本 大概是在七十七百多萬 每一遊戲都可以七百多萬 這個球 因為地下結構很多不懂的人說 地下結構 我要回田 再弄我的工程費用 可能要增加到二十五萬一瓶 不用 人家說 人家那種結構工程跟他講說 你地下結構不用 你只要改一下而已 加強OK了 省掉那個時間 二十五萬就變二十萬 我七百 你知道七十萬的土地成本 加上二十萬 因為他一瓶土地換十瓶 對 一瓶土地換差不多十瓶土地 那我的七十萬 七百多萬 七十萬加二十萬 是不是九十萬 九十萬的話 你的管銷費用 管銷費用加利潤 我就要賣一百二 他們內部的賺好是一百二十萬 我就可以賺兩成 好一百二十萬你說 那個量會不會太大了 大概四五萬坪 你知道台灣現在不動產 辦公室的區發量 一年就四萬多坪 那個差不多 當年就賺錢了 那麼他設計出來的東西 請大師設計好的產品 非常好 假設一百二十萬的話 我跟你講 clean 這個為什麼 那家上市公司 他想要低價 想要討便宜 去丟一個三百億 想要買 買沒有嘛 人家就是他說不敢 不敢我就自己買 我說很簡單 我們再抄這個盤說 那他為什麼 我說你要是 三百八十億流標 沒有人去賞識這個 沒有關係嘛 你說這個治理沒有人賞識 那有阿基亞 對不對 我們支持好啊 對不對 所以你會快樂到說 這麼好的地點 一定會有人要 這個而丟出來 我說過 就很多魚是睜大眼睛在吃的 就在等 就等你降價 好 業主方不敢 捨不得 我說你捨不得 你如果有錢你來買嘛 但是你要通過公開市場去標售 你要跟人家拚嘛 他去買了 買了370而已 也是對 所以小弟我認為一百二十萬 我在連牆 南港我就 龍胎我就賣一百萬 對 你說我在東區 在松菸 在那個國務建築附近 再下來就中校東路 中校東路的房價多少錢 你一百二十萬 只能買到中古的 三十年的中古的 你告訴我 這個市民大道 你認為呢 怎麼不會固定 所以你發現 那我收租好不好 這邊租金 聯合報租三千五百塊 我市民大道 閉著眼鏡桌 兩千八百塊做掉了 好兩千八百塊 我們算他的報酬率 我的報酬率多少 會貼近三趴 台北市去哪邊 找報酬率是三趴的 找不到 所以我是說 這個懂的人才會知道 對清楚 對市場不清楚 不了解的人 他就不敢嚇 那是人家說得破例得賜 所以中華城他會改寫歷史 但是沒有買到 這次就遺憾 你知道因為壽險公司 都想買 那是壽經管會的管理 只能夠流口水而已 對不對 那業主方很簡單說 這個耳太大了 我說那個 所有的開發商 都覺得耳太大 三百幾個能夠算 所以如果壽險 那個時候沒有標 其實市場上 我算來算去 只有鄭青天有這個實力 也沒有關係 錯了 反正我這邊講 我袁秉立就一輩子講實話 對 我們就是簽了 後面說話 你知道 開標完的第二天 有一個老闆 他本來已經領標了 他找我去請我吃飯 他說袁秉立 我證明給你看 因為他們做功課做了很久了 我有下標了 他怎麼證明他下標了 因為我們的標準 一方標準是十二萬 然後呢 你要玩這個三百多億的話 你要有十億 的那個所謂的押標金 對 你不是亂來算的 對 所以十億押標金 看你有現金嗎 有千公司 有錢有錢有錢 兩日的 老闆叫我們去 做航空客人便利 他秉給我看 我們真的是去開了銀行的 一家是台灣銀行 一家土地銀行 人家叫本票開好了 五六十億要開到本票 修給你看 那你為什麼沒有來 他說到1.25分到我們公司樓底下 沒有上去 他怕去用洗面 給他說是不是人家又完了 是不是過真實的還是怎樣 因為他曾經有跟他交手過 好那沒有關係 我說這個不會 我跟他講再三年前他不會 你不要跟他躺人前來 直接過三十二 他真的過三十二 只是沒有上去頭而已 這個人家不需要騙你 所以我們發現 這個是一個商場實力的鬥爭 爭戰 不用講鬥爭 不是只有三個字的這家公司 你蕭雄 人家還有很沉穩的英雄在後面 所以我說這個 螳螂捕蠶 黃雀在後 這是一個商場品實力的戰爭 但是總是已經賣掉了 我為什麼講這句話說 戰將拔箭世故目茫茫 因為我賣掉這個案子之後 我發現說 私有的財產裡面 所有權的 這算最大的 對 也最值錢的 所以假設有人在挑戰 三百七十二 也可以賣到四百 四百億 五百億的話 那就是台灣又寫歷史 但是土地我認為已經沒有了 它在東區的寶地五千筆 像台塑進洞那個 山陽那個內湖那個山陽 一百多億而已 一百多億嘛 對不對 那還算少了 所以我們發現到說 我們以前在看那個什麼 很多的戲劇的時候 電影的時候 看到說魔鬼被終結掉了 然後語言大家都結束了 可是突然又跑出一隻手出來 原來還有續集 那我們認為說 下一個續集是說 他會蓋四棟大樓出來 他不會做租家 他蓋四棟大樓出來 最頂級的包裝大樓 那誰會買 又是售景公司 為什麼 因為層住的市場非常好 所以他只要說 這家業主 不管他是哪一家山洞公司 他業主他買到了 他只要賣掉一棟 他其他山洞不用賣了 他收出就爆了 他每年賺個EPS幾塊錢OK的 所以我說 這個市場 這個冰冷市場有人來 這個都應該要鼓勵 那這個都是潛在玩的 所以我就覺得台灣的辦公室 如我去年所講的 他在改寫了 而且他的控制力在下降 現在很多的顧問公司講說 這個租金將來有沒有辦法 因為台灣的租金 你如果像 那個香港的國金中心 那個跟101比 大概幾乎高了十倍 香港那個 香港IFC IFC的租金是25000塊 是啊 台灣剛才人家的五分錢 稅限的 是啊 台灣就比較小 現在如果台商回流之後 這個整個房租 就辦公樓的租金的市場 包括市長 我跟你講 我現在所編的客戶 你講的沒有錯 都是台商 台商的地方有賺錢 我來廖錢 廖錢也會收錢 我只有斷掉了 斷掉的時候 他要來台灣的時候 自己買一個自己的總部大樓 他中心放在台灣 這個是我們在抓魚的 我們很清楚嘛 所以這個有需求 所以我對於未來 包括大樓市場 不管租了 不管是買賣的 就怕你沒有一個大面積 Quality好一點的 地段好一點的房子給我 但是不代表說 邦市好的時候 內府的產辦 就可以翻上來 內府產辦還是沒有 他供給量還是很多的 所以他的房價 跟他的租金 還有投報率 其實都還是維持在 過去的水平而已 但是東虛的 或者是台北市的 當環區裡面的 包含到了沒貨 對 有代表性的 就是說現在很多人 其實像08年的時候 很多豪宅大漲 為什麼 台商賺到錢之後 要光中要主 這個讓我覺得 現在開始有這個感覺了 我覺得房地產上面是有一種輪漲的味道 對 豪宅開了什麼 爬什麼 現在這個市場你說有好到哪裡 我說不會怒話說 因為有能力的不買 對 想買也沒有能力 什麼叫有能力的不買 就是說豪宅你要跟我爬 我就不敢買了 不敢買什麼 它有帶動作用的 豪宅一上去 你不帶來的房子也上去了 對不對 但是這個市場政府已經壓制 連央行都管它是 你的代管是不能增加的 OK 這樣的話沒有帶動作用 沒有點火 所以換過來是變成是辦公 辦公剛好符合台商的回流 包括很多企業裡面 要自己的總部大樓 它要好地點 辦公樓漲價跟市民比較沒有關係 沒有關係 所以看起來這個趨勢是 健康 非常健康 但是政府應該是要鼓勵的 你不只是有鼓勵回來 台商蓋房子 你要提供金圓 提供地 提供人材 提供什麼電力 什麼東西 除了這個的話 商用也可以創造救援機會 也可以帶動 所以我們發現到說 其實我在台北市的 包含大樓是起來的話 我並沒有提到說 中南部也會跟得上 除非是台商回來 非常unique 對 台中 台中因為很多台中的企業 到了中國大陸 它回來的 或者是說 大台中地區 有些台中官員 以前變成了一些 有些產業聚落 他們開始想買一個 自己的包含大樓 一個氣勢門面 它這個有需求 所以假設中庸也好 或者是連續他們賣很好 地段好 產品好 我覺得是有人買 台中只有這麼一戶 對不對 這麼一棟 這個是最亮的亮點 我們台中有幸運的話 明年還會有一個 一塊地也是在 金額也是寫台中的紀錄 我們希望有機會 再幫台中能夠帶動 整個商業發展 因為台中缺乏的 比較頂級的包含大樓 對 過去十年前二十年級的包含大樓 有時候到法拍 在銀拍錄的時候 這已經變成四五萬了 對 那都是台中港樓 那都是統水的樓 但是呢 現在改寫了 就是那個東西 防止的蓋法 你知道那個叫 叫那個包含是五A的 也好幾A的話 它的整個包含設備 軟體 都已經是非常高檔 現在非常高檔 對 天花板也拉高了 對 這個東西有那個 其實跟二十年前的作品 跟二十年後不一樣 所以我們肯定連續 它有這麼優質的東西誕生 也有市場上面 很多買家去肯定它 那這個對台灣的都市環境 對於這個建築業來講 這是一個正面的鼓勵 你不是那些阿歷布袋出來了 所以我們知道說 那個東西是路搖芝麻利 就見高低了 所以我們希望由台北 然後的辦公室 然後帶動台中 南部的產業 大概也符合台上回流 這個對來講 是對我們未來的經濟 是應該是比較看好 好 我想今天 我們就這個功課做到這裡 那下一季再請你好好來看一下 我們一季修正一次 我想更容易看到 整個環境市場的脈動 今天謝謝袁總 請我們一起進去 去看看 我們下一個月尷尺 我們下一個月尷尬 的部分 我們下一個月尷尬 我們下一個月尷尬 是哪個月尷尬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